波波骗过战哥狂撒糖,应该很多人没看过吧,太垂了 南京见面会的时候,要求每个人写下镜组后第一个见到的人 波波第一次写的是司机 写完之后,他故意把卡片朝向战哥 战哥刚好看到了他的答案,开心地笑了 他以为波波今天很老实,就放心了 然后波波就开始了操作 他再次在卡片上写上了战哥的名字 并在司机的后面打上了一个叉 他的操作被大哥全程目睹 然后他又用另一张卡片遮住战哥的名字 又故意让战哥看了一眼 战哥对此一无所知还在那里憨憨地笑 而波波一脸得逞的表情 然后轮到波波发言的时候 就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这时候大哥已经笑趴了 怎么这么能扯呢 此时波波手中的卡片战哥的名字还是挡住的 然后他就不动声色地把下面那张拿开了 这样战哥的名字就露出来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左右展示 大橙子看到了卡片上的名字 别忍不住笑了 最后直接反转面向观众 所有人都看到了就战哥蒙在鼓里 想秀的心是一点也藏不住 果然没有一顿熊是白挨的 就好好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视频的小伙子 您有些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